- 嗨! 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的教練男主任 有沒有看到我身邊兩位非常厲害的高手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一起在這邊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要一起去參加 Tallenge Taiwan的113賽事的接力比賽 所以要跟大家隆重介紹一下 我這次的參賽隊友 第一位呢 也就是第一棒負責游泳項目的天理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自行的鼓勵的天理 對 然後他也是有非常多在鐵人三項的經驗 所以真的特別跟他一起組隊 我們要去第一棒的重責大任就會交給天理哥 那第二棒呢 也就是在我旁邊這一位啦 相信大家也都認識他 耶! 我是Linda 這一次呢 很開心可以跟卓越教練一起比賽 非常期待 那到時候呢 我們就會在11月14號 也就是Tallenge Taiwan第一天的賽事當中 然後由我們三個 還沒有想好隊名的團隊 一起去出征113的這個賽事 那我們就到時候賽場見囉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第一個實測 就是 我們來到了游泳池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實驗一下 這個鐵人衣啊 在游泳池當中 穿起來游泳的感覺會如何 所以我們就 著裝 然後準備下去游泳 我直接一套粉到底 好不好 出發 好 我們剛剛這樣 試游了幾趟 我真的覺得 欸 游起來的感覺 它 比較 不會像你真的有穿衣服很緊的感覺 其實游起來就跟你只穿著 一個 游泳的小短褲一樣 我覺得感覺不錯 接下來 我們去試一下 穿這衣服騎腳踏車吧 出發 今天我們要來練習一下轉換訓練 待會我們會先用腳踏車騎乘一段 然後再回來換乘用跑步的方式 進行三鐵的一個適應練習 那主要啊 其實是想要感覺一下 這套衣服在腳踏車跑步的轉換當中 有沒有什麼會讓我覺得不舒服的問題 最後再跟大家推薦這件衣服感覺怎麼樣吧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剛剛前面一下車跑的這一段 我覺得腳很痠耶 就是 很軟腳 有點接近我那時候在第一次比出鐵的感覺一樣 腳非常的沒力 疲勞感很嚴重 但 這樣轉換一下我覺得 以腳的刺激來說 至少可以稍微讓我比賽當中不會這麼疲勞這麼嚴重 可以適應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多做幾趟 十公里騎車 然後大概跑兩公里的這個轉換練習 又跑回來 但這也沒有依據啊 這是我單純自己隨便想到的訓練 好 我們要開始第二趟 繼續去騎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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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跑 轉換跑 剛騎完腳踏車 然後現在換成跑步出發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穿這件衣服都沒有到太不舒服了 我今天總共做了三次的轉換 騎10K 跑2K 跑2K 先喘一下跟大家分享 好啦 那你們看到影片現在也大概知道 就是我接下來在這禮拜就準備去參加Challenge Taiwan的賽事 那如果你們還沒看Linda這支影片可以點這邊 就是我第一天啊 會跟Linda還有天力哥去組隊參賽 也就是113的接力賽事 那我是負責跑步項目啦 所以我們有一個簡單的訪談 對於鐵人三項的準備啊 或是一些經驗分享可以看Linda的影片 那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鐵人三項訓練前 就在515的過程當中 有點像是我的定裝日啊 就是我要去習慣一下 我的這身裝備在我游泳 腳踏車跟跑步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出現什麼不適的狀況 那也很感謝Santini提供的這套服裝 我覺得穿起來是非常沒有負擔的 就是跟平常我穿泳裝 平常穿車衣 平常穿跑鞋 跑衣 去訓練的這種狀況 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但整體穿起來是非常舒適的 尤其是它車褲的剪裁啊 不會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厚 而且你在游完泳上岸之後 這個材質是不太會到非常吸水 相對於車褲來講 你不會感覺屁股不適之外 你還可以直接用這樣的褲子 積得下去跑步 重點是啊 今天我特別挑選這套非常粉紅 全身都是粉紅裝備的顏色 最主要目的啊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在賽事當中 找照片的時候好一點挑啦 因為CT這場賽事大家也知道 就是非常多人會參加的一場 就是年度盛會 所以一定要在服裝上多下一點功夫 才不會跟大家穿一樣 照片就很難挑 好啦,所以就用這次的轉換訓練 來分享給大家 就有在三項體驗過程當中 對於這套服裝的心得感受啊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套服裝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我下面連結 或是到Santini的官方網站 都可以做詢問喔 好啦,以上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焦翰Android 我們就CT賽場上見囉 掰掰 我們要不要再說 我們要看見 的東西 我們要不要再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